大家好,我是简中时报的黄如丽 这些年在简直在的华人都特别喜欢追国内的影视剧 在那些反映现实的剧里总能看到各种中共书记的形象 我想请中心寺问答20大栏目帮我解答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都叫做书记 有什么渊源吗 黄如丽你好,正像你说的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称谓 在许多热门影视剧里都能看到书记的形象 比如电视剧《山海情》中带领民众把飞沙走时的干沙滩 建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书记们打动了许多人 那么为什么中共各级一把手叫书记呢 从目前的党史研究看 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使用这一称谓是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早在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围绕共产主义组织负责人的称呼进行讨论 马克思主张一把手称作书记 在当时的欧洲,书记是指事务级、办事级勤务员 一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赞同马恩的主张 称党的负责人为书记,表明要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二是认为这是从中国当时的语言习惯出发 一大使,办理文书及善写工作的人员被称为书记,是最小的官职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书或者秘书 那时,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与旧社会决裂,为人民谋利益的决心 誓言绝不当官僚,绝不做欺压百姓的官老爷 所以选择了官职最小的书记,来称呼党的各级领导,乃至最高领导 这两种观点或许各有渊源,但不难发现,他们都表明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保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正如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 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 不要做官当老爷 中共历史上书记的称谓从1921年的一大就有了 这里再向你介绍几个与书记有关的小知识 1925年四大时,中共首次称最高领导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职责是总理全国党务 1934年中央书记处首次成立 在今天它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办事机构 好了,以上就是书记这一称谓的历史和渊源 希望我的介绍能解答你的疑问 ," 나와请继续写订阅明近来",